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想呢 我們在講完這個錄音之後呢 當然你就會覺得說 哇 我已經唱完了 也有卡拉OK了 是不是馬上這樣就可以出唱片了 你不要太著急喔 因為還沒有 你可能在錄音的過程中 可能會跟我剛才講話的時候 會吃螺絲啦 或者 喉嚨不是很好 或者音會唱不準 以前音唱不準那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在以前早期鄧麗君那個年代 唱不準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重唱 要不然製作人絕對不會放你回家 所以你才會聽到有很多的故事說 歌手常常在錄音室被罵哭 就是這樣的原因 但是現在的歌手絕對不會在錄音室哭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可以很輕鬆的 只要把歌詞唱對了 拍子唱準了 好 拍子其實不準也沒關係 以前氣不夠長一定要拉長 比如說四拍 我只能唱三拍 現在都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數位電腦可以幫你 音不準的時候呢 我們就拿鉛筆 欸 看著它音準把它畫上去 音太準的時候比如說 太準怎麼辦 我希望 我用鉛筆一畫就畫完了 比如說我要唱八拍 拉不到八拍 我只要用滑鼠一拉 你的聲音完全都不會變喔 音質都一樣喔 但是氣可以拉的很長很長 你會不會覺得這很不可思議呢 沒有錯 這就是數位時代對錄音或者音樂產業 衝擊最大的一環 由於這樣的一種電腦 這樣的一種數位音樂科技的發展 完全顛覆了過去產業的製程 它讓我們在做唱片的時候 變得非常非常的輕鬆 每個人現在都沒有什麼負擔 你也不用怕這歌手今天 會唱走音 所以其實你想想 如果透過這樣的工具 你也可以當歌手 我們聽說 吧 我們聽說 你不會聽說 我們聽說 這個事 我們有什麼重要的 我們聽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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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你聽說 不聽說 他��는一種怪物 的